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二宝来到七堵室内儿童乐园玩耍 体验小汽车 溜滑梯和超级市场的采购 二宝玩得好开心 一度不想回家 那是什么 那是葡萄跟西瓜 还有跟面包 三明治 营养三明治 三明治 三明治 Anana在哪里 Anana在这边 哇 好棒哦 她喜欢这个哺哺 跟你讲他们不想回家的 他们不想回家了 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台北市长蒋万安 特别带着二宝来参加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与基隆首创全国第一的亲子招护平台成果展 大力肯定市长谢国良用心推动亲子政策 其实我要谢谢国良特别邀请我 因为周末很多行程我没有办法带着宝贝 但今天这个行程我又可以来给国良市长支持 又可以带二宝来放电 欲举速得 所以谢谢国良市长的邀请 基隆多余 但是就看出来国良市长的用心 在基隆一区一个室内儿童乐园 就是用心规划出来照顾年轻爸爸妈妈 当有小朋友需要有一个空间让他们玩乐奔跑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其实最重要是免费开放 让所有的爸爸妈妈带孩子 所以不只是让我们省下荷包 也让孩子可以尽情地放电 尽情地玩 室内儿童乐园到现在为止 陆续有了一些成果 第六座的人爱区室内儿童乐园 现在已经开放市营运 然后第七座的暖暖区室内儿童乐园 正在兴建当中 我们最近常常看到桃园来的爸爸妈妈 新北板桥 英哥来的爸爸妈妈 那我们这边原则上都欢迎大家来玩 因为我们倡导的是一个有爱的环境 国良市长今天也向大家正式宣布 在之前所成立的亲子照顾平台 这是全国首创 而且让我真的非常有感 我刚刚跟国良市长就聊到 我以前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半夜的时候小朋友突然发高烧 那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大宝连续烧了三四天 我真的是急到 不只是晚上没有睡觉 而最重要的是心理那种焦虑跟负担 我想所有爸爸妈妈都能感同身受 所以后来发现是玫瑰枕 我后来才有经验 小朋友连烧四天 身上出了疹子就会自动退烧 所以国良市长所推出的亲子照顾平台 对于很多新手爸妈来讲 在晚上或半夜的时候 碰到小朋友身体有任何状况 他可以赶快的透过平台 咨询专业的意见 也有专业的医师提供协助 我想这绝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项政策 那今天也特别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 亲子照顾平台的成果展 刚刚问了一下闲政局长 我们下载率已经有接近九千人次左右 也就是说有九千个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的孩子有来加入我们这个平台 那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个这样子的夜晚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成果发表 无非就是希望有更多的爸爸妈妈 共同的来使用我们的亲子照顾平台 透过亲自体验与了解 台北市长蒋万安大力赞赏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推动的室内儿童乐园 和全国首创的亲子照顾平台 他认为谢国良推动的政策 都是站在爸爸妈妈的立场用心来推动 可说是一位照顾市民的好市长 呼吁市民朋友全力来支持乡庭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大雨交不息参加民众的热情 2024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采接游行队伍 在市长谢国良 立委林佩祥 王洪威 和城市代言人安新雅 文化观光局长江亭梅 卫生局长张贤震 以及多位市议员的带领下 从国门广场热闹出发 供望公路 孙 prophecy 虽然下大雨但是我们是飛机摇 新门 如河蜡嶼 早一家莲花 我们每一年都可以来参加老鹰加年华 非常开心 大家心里是非常兴奋的 基隆海洋老鹰加年华的采接队伍 除了来自各县市社区学校 也邀请到盲人 脊髓损伤协会等公益团体 还有原住民新住民等团队一起响应 展现基隆港湾城市的温暖友爱 今年也加入鹰站长IP的空飘气球游行 更扩大邀请来自日本的表演团体 让活动迈向国际 大家今天所有的来自我们全国各地 还有来自日本的这些好朋友 远道而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包括基隆的社团学校 社区大家都一起来 还有我们的一些特别感动的是 我们的盲人团体 以及我们的这个脊髓损伤协会 每年已经第二年来参与了 那非常感谢各位远道而来 希望我们这个加年华越办越大 也希望各位每一年都可以在基隆相见 我们海洋老鹰嘉年华已经迈入了第14个年头 感谢今年有50几个非常棒的团体 以及有两个日本的团体共同的来参加 大家都看到今年我们的社区营造的成果 真的是不同反响都有非常特色 而且非常的可爱 那今年也多了一个比较大的我们的气球 就是我们自己基隆独特的IP鹰站长 那我今天就跟江局长说 可不可以明年帮我们鹰站长找个伴好不好 多加一个IP 以后一年比一年多 更可爱更棒 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基隆 已经是从社区营造出发 但已经是全市 甚至是北台湾都已经很著名的一个庆典的活动 欢迎大家今天到来 很多市民朋友也迫不及待跟我们一起参加 夏季的最后 然后我们用一场嘉年华 把这个夏季把它欢送出去 让大家都能够开心的在我们基隆的街上 看着海边迎着海风好好走一趟 好开心 好开心 就嘉年华就是要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们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 我们海洋老鹰嘉年华站不站 来一个尖叫声好不好 除了白天充满热情活力的热闹采接 晚上还有美丽的烟火秀登场吸引民众欣赏 迈入第14年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 结合采接 市集和烟火秀等元素 吸引市民和游客来畅游基隆 活动一年比一年精彩 也成为行销基隆的一大特色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支持谢国梁不同意大年 反对恶霸鼓励金融市民踊跃站出来投票 力挺市长谢国梁 桃园县六位国民党立委挺身来到基隆 替谢国梁加油打气 今天桃园全美党来到基隆 帮国梁加油打气 让国梁非常的感谢而且振奋 他都知道桃园全美党是我们在今年初 国会能够得到多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之一 今天之所以我们能够取得国会最大党及多数 我想我们在桃园六席全部拿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今天我们这六席委员在议会开议的前夕 特别来到基隆帮国梁加油打气 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 国民党桃园立委 吕玉玲 万美玲 鲁明泽 邱若华 牛西亭 图全集 19号来到基隆 在仁岳路循环站 借用庙口陪同市长谢国梁扫接拜票 罢梁团体他声称说 东岸商场产权的争议 才要来罢免谢国梁 但是我们看到连续的法律的胜诉 就表示着基隆市政府 他是互产 是依法有据 保护了基隆市的财产 所以在这边 玉玲要带着我们六席的立委 一起来恳求所有基隆的乡亲 10月13号请大家投出不同意票 这一场罢免毫无正当性 不但毫无正当性 而且充满了恶意跟抹黑 那么我们也知道 谢国梁市长不但是小爱爸爸 他对于我们基隆市 更是有许多的大爱在 在这么样的一个困境里面 他不但能够像他刚才所说的 把我们的财政状况处理得非常的好 也把我们的市政每一个地方都照顾得非常好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 受到民进党这样的一个攻击 他心里有很多的挣扎 有很多的煎熬 但他依然把市政顾得这么好 我想这样的一个市长 真的是难能可贵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继续支持 谢国梁市长对不对啊 对 负责任的市长 我们要全力支持 所以今天我们桃园六位立委站在这里 很简单 我们反恶霸 我们在中央立法委员经过了上半年 我们在那边看到中央民进党执政 政府他的恶霸 我们今天来到基隆市 一位负责任好的谢国梁市长 被政治的想要谋杀 政治的恶意的罢名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要守护谢国梁 也要守护台湾民主的真谛 一个愿意做事 愿意为基隆的下一代付出的好市长 竟然要被提出罢免 这是让人很心寒 也很伤心的事情 我作为基隆的外孙 我真的没有办法同意 如果今天一个愿意做事的市长 被市民罢免 请问未来谁还愿意为我们的乡亲做事 谁还愿意为我们基隆继续打拼 继续付出 这张选票不只是不同意罢免 我们也要不同意霸凌 我们要给做事的人温暖 我们要给谢国梁市长支持 让做事的人好好做完这个任期 让基隆能够有脱胎换骨的改变 基隆这边的市街案 民进党真的是阿把 中央政府是阿把 要强行过关 林又昌前市长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也让台电在外幕山通过这个市街开发案 也不顾大家民众的反对 要发起这个不怀公投 结果民进党中央也剥夺了市民公投的权利 谢国梁市长上任之后 也要撤销这个开发案 结果民进党政府也撤回 驳回了我们谢国梁市长的撤销案 这跟我们桃园市政府张善政市长的事情 根本有一曲同工之妙 换卫我们基隆市政府财产的国梁市长 守护着我们基隆 难道这样的好市长该被罢免吗 一位为我们基隆市重视我们基隆的生态环境 我们外幕山的美景 一位友爱的优良市长 难道应该被恶意罢免吗 针对这一次基隆罢免 可能会波及其他各县市 市长谢国梁也说出心理感受 前几天我看到有人在台中已经开始了这些联署 立法委员的这些活动 让我看了非常的心痛难过 我觉得在基隆发生的事情 真的不可以在其他县市再发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一次的选举 一定要打出一个好的成绩 一定要用实际的票数 来告诉我们现在的政府 民众是厌恶罢免 民众是厌恶这种频繁罢免的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不管是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基隆 也为了台湾的政局稳定 我们一定要开出一个好的票数 把所谓的罢免就在基隆 直接就把它熄灭掉 市长谢国梁感谢声明朋友支持 希望与党籍立委一起宣传 呼吁10月13号 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自己省荷包这个日子要记牢 只要符合地价税减免或自用住宅用地等优惠税率的条件 今年在9月23日前提出申请就可以交比较少 现在申请很便利在家就能完成 赶快下手错过就要等明年啰 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 yes 25年前就是回来基隆创日了 所以我就把基隆的 比如说基隆的XO醬 基隆的小卷 然后荷米亚的海藻 然后融入在这个饼干里面 乌金酥 性能瓦片 很想让这里可以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的好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熏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阶楼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如果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如果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 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 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台灣精神 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 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基隆有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豹石在哪裡啊 原是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畫面上是國民黨的 副主席連盛文 以及台東的立委黃建斌 跟高雄市議員黃湘淑 李梅珍 徐彩珍 特別來到基隆力挺謝國良 一行人從正兵渝港 沿途瀏覽這個觀光朗袋 走到全台最美的熱狗堡 後車亭附近 進行媒體聯訪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 這個正兵渝港周邊 會有更多更好的發展 首先就是我們在水路兩用觀光巴士 就會利用正兵渝港 來做一個上下船的一個 上下水的這個起點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也參考了高雄的經驗 檢討改善提出更好的方案 那在我後方也有一個 阿根納的這個 歡迎 一個阿根納的一個文創歷史建物空間 我們也會把它當做未來的一個文創 跟這個一些文旅的使用 在它的對面是 航港局跟港務公司的合一路倉庫 未來我們也想做為一個科技 跟極限運動的一個室內空間 所以我想正兵這邊 當然過去有彩色屋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一點一滴 我們都在做更多的改善 跟更好的發展 我們謝市長在任內 不只推動了整個基隆市的發展 包含了這個我們像觀光 以及其他產業方面的這種提升 那麼其實它包括很多社會公益 比如說這個貴照營養午餐的費用的提升 還有這個包括齊樓整治 齊樓整瓶這樣的很多基礎的設施 他都在做 一年九個月的時間 難道不能讓謝市長好好做嗎 我們可以看到基隆在這一年九個月 的時間變化很多 包括我們現在站的我們的正兵漁港 未來會有我們的所謂的海陸兩溪的我們的 過去高雄叫做鴨子船 那你們叫做 觀光巴士 我們剛才有聽到我們的頂超 頂超處長有特別去提到了 過去高雄的鴨子船的不好的經驗 我們基隆會全部把它改正 會是一個非常優質的一個海陸兩溪的觀光巴士 所以我不希望說基隆選出這麼一個這麼優秀的市長 然後再來罷免他 那不是民進黨非常尊重民主嗎 這就是民主選出來這麼優秀的市長 而且這一次的罷免非常非常沒有正當性 講出一個正當的理由出來 就要罷免市長 所以我覺得我希望在基隆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只是上來這麼好的市長 大家說你為什麼要高雄千里條條跑過來 就是因為這麼好的市長 我們一定要把它留住 高雄呢跟這個我們的基隆非常的相似 所以我們要一起共同來守護這個地方 大家也很清楚說我們高雄有一個 罷免的這個公民團體叫做We Care高雄 但是他們有Care高雄嗎 其實我想大家都明白 他們一點都不Care高雄 其實這些呢都是為了這個罷免而生出來的這個公民團體 後面是誰在操控他們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其實呢在一場懸罷免的過程 市政呢就這樣子延宕了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民脂民膏 也全部都花費在這個上面 說實在的我真的是替台灣的人民感到非常的不值 這次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展現了團結的氣勢 一波接一波來替基隆市長謝國良加油打氣 除了展現市政亮點 也呼籲市民朋友在10月13號一定要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才能將大罷免潮在基隆擋下來 讓大家能夠專心的拼市政建設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還是要在10月13號要推出不同意罷免票 不只要讓基隆票數要開得好看 也要把大罷免潮就在基隆 要希望能夠把它熄滅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民進黨基隆市議會黨團在民進黨基隆市黨部召開記者會 針對基隆市長謝國良宣傳還9億的政績提出質疑 強調煙火市的活動及彈花一現的代言人 對基隆市民及基隆市未來發展沒有任何幫助 謝市府相當自豪的9億其實就是月份上的一個浮動 那單看月份就要說市府還債9億 那今年4月又再度舉債20億 那照謝市府的邏輯是不是基隆市又再度欠債20億呢 112年的中央統籌分配款追加了17億 今年又再度追加了9億 這兩年追加的26億 如果妥善規劃可以為基隆市 帶來具有相當建設性的一個發展 而不是炫爛的煙花跟昙花一現的代言人 如果照謝國良所講的 現在省下35億 結果呢政府不花錢 可是另外那一棟價值50億的商辦大樓 是白白送給建商 而且你還奉送了價值10億的土地 加上未來的營業利益 我想請問大家 如果你是地主 你會怎麼樣打這個算盤 我想請問謝國良 你家的惡性會打這樣的算盤嗎 中央給你這麼多的一個金額 基隆市政府的口袋裡面 其實是有錢的 但是我把這些錢 好像就是一個小朋友拿去買糖果 吃完了之後 給我身體帶來的只有負面的效果 並沒有對於我未來的成長 帶來任何的幫助 難道這就是我們基隆市民想要看到的嗎 我想謝國良市長現在很驕傲的說 還了9億 其實就只是在大王文字遊戲 這個市長好像真的不太知道基隆需要什麼 這個市長好像就算錢來給他 他除了拿去放煙火 除了拿去買一些奇怪的中國公車以外 他好像不知道這些錢要怎麼樣花在刀口上 怎麼樣花在基隆市民最需要的建設上面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說 當你四處的做廣告說 你還債9億的時候 你同時就是在告訴大家 就算中央給你錢 你也不知道怎麼花 對此 金融市長謝國良則是重炮回擊強調 目前金融市政府負債比 是20年來最低的情況 他們指責我們公車的故障率高 卻忽略掉了2021到2023年 其實我們上任第一年的23年 故障率是最低的 2022年在他們上任的最後一年是他們故障率最高的 卻沒有任何的相關的路數或反省 所以他們以這個還債來說 我們就是有我們的收入 然後呢我們盡量節省我們的支出來進行還債 相較錢是他們其實是拿錢瞻計畫 就是特別預算民眾的納稅人的錢來做建設 以致發生了很多爭議 然後拿原本的市民收入去還債 這一點也都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我們還債是真真實實 而且已經達到20年來是許財力市長 在90年初才有的那種低的一個負債水準跟水平 所以我實在不曉得 民進黨在做這些不合理的攻擊的時候 他們心裡對於他們自己沒有解決的問題 心裡真實上他們是作何感想 我其實真的很阿悶 謝國良表示 金融市政府雖然有支出仍努力還債 尤其新市政大樓的規劃 更是所有正常縣市首長都會做的方式 罷免要吹票 當然會講很多不合事實的話 但是我們真實上就是 我們雖然有很多的支出 但是我們還是努力還債 而且包括我的政見也逐漸兌現 但是要讓市政府一次要負擔 自有債務35億的市政大樓 那我當然要採取更好的財政方式 一樣的有市政大樓 但是用比較好的財務模式 這個都是正常的市政首長會去想要做的事 記者張啟騰 吳俊松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營氧化碳中結者 納褊獎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家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后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